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最近,在数码圈最热门的大事件 就是高通骁龙7PUSJ的发布 这世纪高通将骁龙8PUS下放到终端市场之后 针对联发科终端市场的又一技打杀器 全面压制了联发科在终端市场的表现 骁龙7PUSJ已经推出就被大家冠以神佑 甚至是史上最强骁龙7技终端佑 说骁龙7PUSJ是神佑 想必大家都没什么意义 Tiger在之前做过一期介绍 其整体性能不弱于骁龙8PUS太多 再加上CPU和GPU频率都大幅下降 其功耗表现会更为出色 另外,搭载这枚芯片的终端产品的价格 将会维持在1500元左右 性价比极为出色 这如果都算不上神优的话 谁还能算? 有小伙伴留言关心 骁龙7PUSJ是不是高通历史上 所发布过的最强7系芯片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详细的对比评测 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对于最强的定义 并非是指理论峰值性能 而是指相对前代芯片的提升幅度来界定 为了方便对比 Tiger选择骁龙710 骁龙765G 骁龙778G这三款知名度最高 同时也曾被誉为神优的骁龙7系SOC作为参考 骁龙7PUSJ2 相比前代芯片提升幅度 这里的前代芯片 我们选择的是骁龙778G 至于骁龙7建议 由于存在感实在太低 且和骁龙778G相比 没有明显性能优势 Tiger就不拿来对比了 从跑分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出 骁龙7PUSJ2相比骁龙778G 在性能上的提升幅度非常精明 CPU单核部分提升54% CPU多核部分提升37% GPU部分提升达到268% 安兔兔积分规则 提高了GPU的权重 如果以GFX的评分体系来看 提升幅度应在210%左右 这个提升幅度不可谓不大 最低的提升幅度也达到了37% 尤其是在GPU方面 更是直接提升了200% 牙膏箱子都给挤爆了 在芯片历史上 超过200%的性能提升幅度是非常少见的 骁龙778G 相比前代芯片提升幅度 这里我们比对的前代芯片 就是骁龙765G处理器 同样是一颗在当年被誉为神优的七系扫子 从跑分上大家可以看出 骁龙778G相较于骁龙765G 在性能上的提升幅度同样非常巨大 CPU单核部分提升30% CPU多核部分提升57% GPU部分提升达到54% 总的来说 除了在GPU性能方面的提升 和骁龙7 Plus键耳差距巨大之外 在CPU单核和CPU多核层面 和骁龙7 Plus键耳的提升幅度 总体在伯仲之间 在CPU多核性能方面的提升幅度 甚至要高于骁龙7 Plus键耳 骁龙778G被称为一代神优 也不是没有道理 骁龙765G 相比前代芯片提升幅度 这里我们比对的前代芯片 就是骁龙730G 这款芯片由于受到骁龙810的压制 存在感不高 从跑分对比上可以看出 骁龙765G相比于骁龙730G 在性能方面的提升幅度很有限 CPU单核部分提升14% CPU多核部分提升9% GPU部分提升达到29% 在CPU多核性能方面 骁龙765G相比于骁龙730G的提升 甚至只有个位数 不过其在GPU性能方面的提升幅度 则达到了29% 算是勉强挽回了一丝严密 但是不论怎么说 相比骁龙778G 以及骁龙7 Plus键耳 这种怪物级的7系骚 骁龙765G就显得非常牙膏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骁龙765G 成为当年的终端神佣 原因无它 因为在当年消费者根本没得选 骁龙730G 骁龙730G是骁龙7系列家族 正儿八经的第二代芯片 取代了骁龙710 在当年也算是一代神优了 相比前代芯片提升幅度 从跑分对比上可以看出 骁龙730G相比骁龙710 在性能的提升幅度上较为可观 CPU单核部分提升33% CPU多核部分提升14% GPU部分提升达到31% 骁龙730G作为高通机系列第二款产品 在性能提升幅度上还算不错 CPU单核和GPU性能的提升幅度 都达到了30%以上 这个成绩在当年也算得上是牙膏挤爆了 只不过和后来的骁龙778G 以及目前最新的骁龙7 PlusG2相比 这个成绩就显得非常小屋见大屋了 成绩汇总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我们通过一份历代骁龙7系列提升幅度对比 可以看到 单纯站在CPU层面来看 骁龙7 PlusG2和骁龙778G的表现是类似的 但是在GPU层面 骁龙7 PlusG2的提升幅度 远超历史上任何一款漆气骚扫 直接将这枚芯片拉高到了全新的级别 那么结果自然也就不言而言 骁龙7 PlusG2确实是目前高通奇想 提升幅度最惊人的漆气骚扫 没有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你对这颗史上最强骁龙7系终端优的表现 有哪些期待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